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中秋节的推广合同 有兴趣的朋友 对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 扫扫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好 今天是邓小平118岁的名单 那么多人缅怀邓小平 以及之前不断点赞长者 朱同志 李同志 胡同志 反映的是一种 对高度不确定性 未来的普遍性的焦虑的情绪 今天这邓小平118岁的名单 社交平台上充满了 对邓小平的缅怀 赞誉和评价 在此之前几天 江泽民96岁生日 也出现过类似的肯定文字 人们甚至忘记了 江志成和阿里巴巴马云 跟蚂蚁集团的利益互动的传闻 对朱隆基当年的雷厉风行领导作风 忍辱负重 办对美外交 对日外交 以及朱隆基总理当年在 特首李宾湖的 对香港前途问题的质地有声的说法 对胡锦涛的成长过程和他 不折腾的话语 对李瑞环决定退下来的感言 都有意想不到的传播的效果 那么这一切 刚刚发生的中宣部 郑重宣布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式 发生全局性根本性变化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 明显增强 全社会营寄率和向金率极大提高 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 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并强调的是 所有的东西都是习近平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人心之际 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科学化转化已经不在礼貌性被提及之际 在习近平已经读定 进入第三个任期 二十大召开 之前重要人士安排基本尘埃落定之际 缅怀邓小平的各种追思文字评论文章一再刷屏 究竟有什么意味 或者究竟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情绪表达和寄托 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媒体现象 当然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种政治现象 我们以前的节目中也说过 邓小平并非玩人 一生中有几个坎 几个问题始终是闹不过去 比如说摆设起义之后 资深离开红武军究竟所为 是否有参加过遵义会议 在环游斗争 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组织九平的历史功过是非 八九六四的责任里 一直先后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打措 三峡工程的决策是否存在失误等等 但这并不影响到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者和引领者的历史定位 张武昌先生曾经发表的文章指出 中国历史翻来翻去都是泪水 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成功改革中国 这个评价当然是当之无愧的 有篇缅怀的文章说 他叫他老邓很奇怪 大家都叫老邓也不叫小邓 老邓即使在职时的工作 也不是特别玩命 五家后白家黑那是别人 他不会这样做 而是把大量时间用于打桥牌和麻将 他似乎也不太爱看书学习 没听说过他读过什么名著 只知道十分痴迷于金庸的武侠小说 他自己也说他没有读过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集 他只读过了选集 老邓的文章从无文采 先见引经祭典 动不动讲什么孔子说孟子说 没有 邓小平文选里面极少长文 我看最短就一句话 从小娃娃要学电脑之类的东西 邓小平文选里面 大多是黑猫白猫式的大白话 他谈不上大公无私 他很顾念自己的小家 在下放江西的时候 为改变伤残的邓普方的处境 他给汪东兴写的那份 诚惶诚恐的信 充满了一个父亲的无奈和无助 就知道他跟天底下的父母亲 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每天要做的活 除了到工厂上班 那就是给邓 邓普方不断欢身擦洗身体 这对他一生 对邓普方一生影响深远 这篇文章说老邓 的确是个熟人 正是这个熟人 力挽狂澜改变中国 他也许是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熟人 他要什么熟 因为他接地气 他知道普通老百姓的所思所想 他知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知道性色性知识无聊的争论 有人评定评价 邓小平最大的贡献或许在于 他把人的很多本真和常识 又带了回来 这篇文章说他改善中美关系的 言言也够俗 你就一句大实话 因为跟美国关系好的国家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 都是挣了大钱的 这文章说这是小商贩的逻辑 但也是庸俗的真理 不要说改革开放是什么历史的必然 翻翻这过去四十多年的报纸 你就会发现没有邓小平等人的坚持 改革开放的道路 早就被改革了多少次了 很有反复 联产承包 恢复高考 难行讲话 等等等等 有人给他列了十大功绩 他坚定的改变了中国和每个中国人的命运 尽管他也犯了错误 但每个国人对他的领导的改革开放都给予最高的评价 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非常幸运的是 邓小平高度尊重普通百姓的利益 当年看着小平你好的条幅 邓小平说人民万岁 向松有一位朋友 一个经济学者 他有文章说 他的母亲对邓小平的怀念 他说因为邓小平让人民吃饱了饭 所以邓小平是个好人 这是一个熟人对另外一个熟人的最高的赞美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无论你现在是在海外工作生活 安身立命 还是在中国国内 或者其他地方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 即便我们不是权贵家族的子弟 也不是既得利益者的邦贤者 或者其中的一个分子 没有改革开放 我们很多人就没有重新读书的机会 就没昂首挺胸做人的尊严 就没有吃饱饭的机会 就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 就没有自主创业的机会 中国也就不会有维持四十多年来周边安全环境 一门心思抓经济改善民生的机会 也就不会有香港澳门一国两制构想 实现主权顺利回归的机会 而很多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 就走不出 永远走不出穷乡必烂 依靠自己的努力打拼 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每个人可能都是二旧 或者比二旧还惨 当有人谈到了改革开放的中国 就好像经常有人说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 有的人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不少人这个时候缅怀邓小平更多的是 对高度不确定的发展的焦虑 和这个焦虑的情绪 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疑似乎有人想起了1976年 周恩来的去世 当时全国人民一赶大下江青 气血呼唤 周总李宁在哪里 那个事物事件 铺天盖地 连我们在那些嘎拉角边海 边江小城 边海防小城 都能够收到那封周恩来的遗嘱 当然我时隔几十年 跟着遗嘱的参与者 我也有过一喝酒的时候 我那时候反映大家的心声 但是今天邓小平已经走了25年 也才25年 有人认为邓的路线 现在一些人心目中早已经面目全非 改革开放途流苦涩的背影 人民的好日子好像一去不复返 万马其印 进落寒蝉 国家着满舵 深进水之下火之上 而西方世界对中国一片寒打 战争 瘟疫 经济萧条 社会危机 各种幽灵 各种恶煞 如影随形 无处不在 所以也有很多人 这时候又呼唤 邓大人 你在哪里 我相信这是很感性 很情绪化的表达 比较接近不久前 李克强总理的深圳强调的那样 必须建策改革开放 任何时候都不会关闭大门 黄河长江的水不会倒流 但是这样的呼唤 似乎受到的关注度 重视度也不是太高 甚至呢民间发的视频 很快就被屏蔽 很多人都想到了1997年的9月12号 在邓小平逝世半年之后 江泽民在十五大座政治报告时候 哽咽地立下了誓言 在当代的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 而没有别的理论 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也有人不理解 邓小平晚年千叮嘱万嘱咐 兼职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 甚至警告谁不改革谁下台 但在过去十年 不少人的担心改革开放 会不会走回头路 疑似乎有人提问 邓小平深刻的记取了文革教训 重重立下规矩 绝不搞终身制 绝不搞个人崇拜 绝不能把国家的命运压在一个人身上 那改革开放四十四年 中国守了三十四年的邓规 为什么这十年就破了大戒呢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管用吗 是不是已经过时而被弃之不用了呢 疑似乎也有个别民间人士建议 我把这个建议读一遍 第一 赶紧回到经济建设为中心 而兵器政治挂帅 第二 科学防疫 科学抗疫 停止清零 第三 停止反美 破镜虽然马上重圆 但是不要让中美关系再破下去 应该迅速止损 不放 不骂 不对抗 相信邓的话 中美两国终究要好起来 这是八九以后说的话 第四 不跟北方邻国结盟 或是不是盟国 胜是民国 上不封顶 下不射线 这个话不能再说 第五 抛弃战狼外交 斗争外交 求仇富 帮穷外交 以美国西方国家修好 广交有多行善 少数敌不接仇 不出风头 不争老大 不扛大旗 不做冤大头 第六 坚决避免以战争手段解决台湾问题 动武实际上也解决不了台湾问题 只会适得其反 如果这代人解决不了台湾问题 就让下一代人去解决 他们会比上一代人更智慧 这是邓小平生前说 对台湾问题也罢 对钓鱼岛问题也罢 第七 抛弃意识形态治国 打破性色性知的禁锢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坚持市场经济 坚持依法治国 将人民满不满意 高不高兴 拥不拥护 重新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八 重启言论自由和政治改革 老人民说话 天塌不下来 第九 平反冤假错案 有序开启对重大历史事件 和历史问题的政治和司法调查 遭雪成冤高位适者 安定天下 从事民心为万事开太平 第十 香港澳门一国两制 不要再做未冤屈于 未从屈切的蠢事 这个人 还是叫痛心疾首 他说那么多人缅怀邓小平 以及之前呢 我们说过点赞 长者 现在多了亚浩的长者江泽民 朱龙基 李瑞环 胡锦涛 反映的是一种对高度不确定性 未来的普遍性的焦虑情绪 但未必改变得了 毫不动摇坚定不移的既定施政 方向 这个大家也明白 当年抗战之后 国民政府上有一批高级将领 到南京的中山林向国父哭铃 现在恐怕很不容易 因为呢 没有事先的喷醒 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去哭啊吼的喊也不行 第二呢 还有一个呢 没有人愿意挑这个头 也做不到一呼百应 二呢 邓小平跟周恩来一样 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 他早早就把骨灰撒遍 祖国的江河大地 你想去痛哭一场 找个合适地方都很难 老人家也许一早就知道会怎么回事 有朋友说 邓表平是说自己是个人民的儿子 但现在很多人在说 我们开始要需要一个人民的领袖 也有朋友说 我们是否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 端看我们能够 能不能够 正确看待正在经过的四十多年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